而近接着是由先议员赖国祥 咨询关注9号牧场 设置影响到了部落族人的生活品质 也造成地方空气以及水的污染 希望县政府能够和地方做好沟通的作业 减少民怨 另外也针对了部落聚会所兴建 和国土计划宣导事宜 也请县政府能够积极办理 欢迎建议会定期大会 第二个则是由先议员赖国祥提出咨询 并且针对9号牧场的设置 影响部落族人的反弹 希望县府能够做好沟通的桥梁 来减轻民怨 另外针对池南和原本部落聚会所设置 和国土计划宣导事宜 也请县府能够多加用心 养牛场在他们还没有验收之前 250头的牛已经进驻了 进驻之后发现了问题 有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 水污染 我很希望县政府能够释出善意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下去看过 你们有没有下去检测过 你们有没有下去跟部落沟通过 今天下午我们部落的族人 会到这个养牛场做这个 澄清抗疫的事情 为的是什么 希望他们的生活居住权能够受到保障 让我们的空气品质 噪音能够降到最低 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做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做良善的沟通 从四年前就已经开始申请 取得了这个土地的问题 解决了土地的问题 也取得了共识 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完成 还有我们越美部落呢 是因为我们申请经费呢 经费来源是零 所以国有财产局 他不愿意释放这块土地给公部门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越美还有池南这两个聚会所呢 都没有办法如期的展开 部落的人呢到现在 还是不完全了解 什么叫做国土计划法 中央推动这样的政策呢 如果执行完成呢 对部落绝对是一大的福音 所以呢我们很希望 不管是聚会所 养牛场 还有国土计划呢 我们做好双向的沟通 取得互信 取得共识 让我们花脸会更好 原住民部落呢更美好 我们县政府应该要 好好的拥抱部落 县年来国想表示 花脸县议会第十九日 第八次定期大会 每个会期从来不缺席 就是要把部落主人们 心声和需求 在花脸县议会当中 来充分地表达 也希望县府能够听到 主人们的心声 解决部落各项原住民事物 记得喜欢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